農業的問題很大很大複雜 也很好玩 所以我相信有其他的講座 更適合的講是來講的 那我們回到公殿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像私有農地 尤其是比較山坡 圍山坡的這些農地 苗栗啊 或者是屏東 這些地方他們的農業用地的地利 電線的價值沒有很高 因為中國的原因 這時候他們看到說 他們都把公殿商跑來敲門打電話說 欸 你是他們的農地 在公殿裡我一直都給我 那我給你忘記了這樣 這真的是太...太弱的 這樣 那公殿商自然會去打理 他的這個行政程序 開發申請合成 當初會說建小楊甲事件 小楊甲就是兩公頃以下的這些農地 快速的被租出去 然後轉做便跟做光線使用 然後變出了非常多 社區裡面都不知道 欸 這裡也快 那邊也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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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這種小型的農地裡面 生出的光綠板 都是小楊甲 那忽然間出了一大堆 中央部門農 為什麼發現事情已經失去掌控 因為這件小楊甲被 在地的一些土地開發者 發現出 按照程序 申請程序 它可以在地方上進出 所以當初就很簡單 就做了變回 那出現很多問題 比如說 誰在這種就是快速土地的時候 誰跟你做底下的這個 就是什麼 地被植物的一個維護 或是任何的 但這個維護很隱藏性 那當然有看起來就好 但誰知道靜甘子之外來講 所以這些很難說 但重點是 他已經在變更主局 他已經是農地 所以這是農地有失的直接情況 那最後還是